李先生他絕對沒有干預我的市政 那他也絕對沒有去約談局處首長 所謂的 我跟李先生呢 是財務獨立 這個部分絕對沒有所謂的白手套 絕對沒有所謂的 目前講的什麼干政的這個問題 這個絕對都是沒有的 如果今天這個花年的活動 真的是我叫這個李先生 去干預 或者去喬標案 喬工程 那怎麼會到最後 其實根本就沒有要舉辦這個活動 前前局長這一個部分 我們確實可能在行政的溝通上面 現在回頭想起來 確實有許多的疏忽 或者是讓他誤會的地方 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們還是深自的檢討 還是很謝謝所有 就是社會大眾 還有媒體朋友 以及相當多朋友的關心 其實我想還是回歸到一句 就是李先生他絕對沒有干預我的市政 那他也絕對沒有去約談局處首長 所謂的喬事情 喬工程 巧標案等等都絕對是沒有的 那我跟李先生呢 是財務獨立 這個部分絕對沒有所謂的白手套 或者是有任何的一些 像說外界這個謠傳說什麼 我收受不當的一些虧證 或者是收賄 對價關係這些絕對都是沒有的 那大家很清楚知道 其實呢在這個過去的一些從立法院一直到這個市長的這個過程 其實有很多的事情呢 我相信我們都是在被放大檢視的 所以我想在這個部分我絕對在這地方我都會努力的 就是說絕對不要有這些相關的一些貪汙的情勢發生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還是要再次跟大家澄清 絕對沒有所謂的目前講的什麼市長的這個干政的這個問題 這個絕對都是沒有的 好那再來就是說呢 其實在這個所謂的前前局長的這個跨年的事件 那現在其實大家也陸陸續續看到一些事情的脈絡 那我想大家其實在過程當中可以看到我們的 呃就是說法其實從頭到尾都是非常一致的 就是說其實在一開始在三月底的時候 那那時候呢其實我們的市府 大家在想說是不是年底要籌辦跨年的活動 那所以當時呢確實是有包含像承銷處 包含像人化局 大家開始在發想 呃是不是如果有自己的局處來舉辦這個跨年活動的話 預計的規模還有預計的一個活動的內容應該是如何 那當時確實在呃前前局長文化局的部分 他有開始來協助我們提出這個相關的規劃跟發想 那只是說發想的過程當中 因為後來在議會定期會六月的時候 那其實原本前局前前前局長他可能是找了他的一個廠商 提出了一個一千七百萬的一套規劃 那但是這個一千七百萬的規劃 經過主計處的討論之後是認為說我們頂多只能夠最佳三百五十萬的預算 所以後來在六月定期會的時候 我們只通過了最佳三百五十萬的預算 那這些我相信都是呃他這邊也有在說明這個過程當中都有告訴大家 那最後其實我們就在大概七月的時候 其實五月的時候大概楊縣長就有開始來找我 討論一下這個跨年的狀況 那五月到七月的過程當中最後是在七月的時候 我跟楊縣長在新竹縣開會討論之後決定 我們就是在這一次新竹縣市政府呢就尋過去新竹縣的網歷 那我們自己市政府我們就不來主辦活動也不運用任何的公帑 那我們就是支持民間的這個工會來去做主辦活動 那我們頂多就是協助他們在包含道路交管 包含場地的租借這一些事情上 所以我想這個這個過程都是一直以來都很明確的跟大家報告過程就是這樣 那至於說前前局長他有提到說他好像他到離職他都還以為新竹縣要主辦這個活動 那我自己也是覺得說可能是不是在溝通上面的這個傳遞上有一些落差 但是我想請大家看一下他昨天所發的這個臉書文的部分 因為他從七月十二號其實就已經跟新竹縣的這個交旅處的代處長 已經有交換了這個LINE也聯繫上 那七月二十號的時候在當天我跟楊縣長有了這個縣市不主辦 由這個工會來民間自辦的時候 那我們當天其實也就是交辦給這個交旅處 就是說新竹縣的交旅處是他們就是協助在這個相關的行政支持上 所以前天局長當天七月二十號他其實就已經有被加入到這個竹竹跨年行政支持協助的這個群組裡面 所以可能是真的是一個蠻大的誤會吧 因為如果說今天前天局長被加入到這個群組 那也跟新竹縣的部分已經開始做了一個對口窗口的話 那怎麼會不知道說這個新竹縣市的這個角色是什麼 我想這個部分確實我自己也深自的檢討 是不是在整個跟就是文化局的這一個前天局長他在互動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他有一些誤會或者是什麼樣 但是確實我們後來也看到他到了八月的時候 還有在找廠商 他自己有在文中提到他跟副市長還有跟廠商 還在討論這個應該是先前的一千七百萬的這個規劃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的話我們也是在知道的時候要趕快跟他講說 其實這個真的是我們沒有要在這個舉辦這個活動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可能確實在來往的這個互動溝通上 確實有一些誤會 那我想其實在這部分的話 就是如果說今天這個跨年的活動 我也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邏輯的問題 如果今天這個跨年的活動真的是我叫這個李先生去干預 或者去喬標案 喬工程 那怎麼會到最後其實根本就沒有要舉辦這個活動 那如果說是我請他去做這個喬這個工程 喬這個標案有這麼大的利益在背後的話 那過程當中李先生本人應該是最積極 而且最著急的想要來辦跨年活動的那個人 但是不管是從前線局長自己的一個發文的脈絡當中 或者是從這個李先生相關的一些對話聲明當中 其實可以發現其實李先生並不是那個著急的人 真正想要就是好好的趕快把跨年處理完的 應該會是文化局本身的前線局長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想這個脈絡還是跟大家說明清楚 所以並沒有所謂的干預人事 干預行政 市政 或者是說有任何工程 喬標案的這個可能性在裡面 那單純可能就是說前線局長這個部分 我們確實可能在行政的溝通上面 現在回頭想起來確實有許多的一些疏忽 或者是讓他誤會的地方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也就我們自己的一個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們還是深自的檢討 也很感謝他在這段時間對新竹市文化局的付出 首先關於昨天大家很關心的這個所謂的企劃書 那我昨天在知道這樣的情況之後 我還特別請文化局提供給我當時前線局長他立志所移交的這個版本 那拿到之後其實我們自己是否同仁也蠻傻眼的 因為其實那個計畫書 所謂的計畫書還不如說就只是一個非常粗糙的一個概念的簡報 那當然我們也不知道說這個簡報到底是從何而來 所以這個我們必須要先說明 因為前線局長在交接給他的底下的局數同仁的時候 並沒有說明說這個簡報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用途 所以其實你看到那個簡報裡面 我想昨天大家都翻了又翻 這企業真的沒有寫到什麼東西 那在裡面也沒有寫到廠商也沒有寫到報價 所以說真的我到現在我們看到也是第一次看到這個計畫書 所謂的計畫書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簡報 那其實也真的不知道這樣的簡報其實 根本連所謂的標規都談不上 更不要說我們其實是否連這個標案都還沒有開始進行討論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就不需要去好像說去放大 覺得說這個計畫書就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干證 或什麼好像是在喬標案 其實如果各位看完計畫書就會知道 它可能就只是一個很簡單說跨年應該可以怎麼辦 大概怎麼辦 甚至裡面的內容其實就這麼簡單的 透掉thank you跟那個封面可能也只有五頁的內容 那我想這個新竹市政府跟新竹縣政府的這個logo 我想也只是又像是說它就是一個簡報內部的一個 還在討論發想的階段 它完全跟我們的官方文件扯不上關係 所以我想這個也不需要去放大去 一直要去說好像在這個地方有什麼偽造文書 我覺得這有點無限上當了 那現在民間要辦的這個工會 現在裡面就是有一些回建築的建商 那大家也會質疑說是不是市長的好朋友都是建商 怎麼看那這個協辦到底他們來主辦 到底有沒有涉及到標案 這個跟好朋友是建商到底有什麼關係 而且回建築如果按照最近媒體的披露 其實我也是慢慢從大家媒體在講說倉意跟倉和 因為其實確實他們公司好像真的蠻複雜的 因為好像又有我看到是有什麼投資又有什麼建設 其實我對於這一些建商他們的公司 內部的一個架構跟結構真的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 但是呢我們看到說這個工會舉辦這件事情 其實它是行之有年的 那我們當初楊縣長來跟我們做聯繫 其實也是因為過去尋網曆其實新竹縣的跨年晚會 都是由這個新竹縣的這個不動產工會來做舉辦 那這一次的話呢是說因為楊縣長他得知說 我們有追加這個預算 那有可能就是我們也要辦跨年 那當然楊縣長站在大新竹共好的情況之下 如果說兩個縣市在這麼近的距離都來舉辦跨年活動 他認為說這個力量可能會分散 所以才會在五月開始一直到七月呢 我們其實就有在互動討論 是不是新竹大新竹縣市喔 這個跨年的活動 是不是可以不需要分散這個力量 所以才會有後來大家所知道的 那新竹縣的不動產工會跟新竹市的不動產工會 那他們已經有提出他們希望來舉辦跨年晚會的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跟方向之後 那後來我跟楊縣長我們在討論的時候我們就說 好那我們就一樣跟過去往例一樣就是民間來自己辦 那我也特別跟我們的主機處這個來確認過 如果我們追加的三百五十萬的這個跨年活動的預算 是不是可以留用不會浪費 那主機處也跟我說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呢這個事情就這樣子定下來了 那絕對沒有所謂的什麼什麼建商好朋友啊或什麼的 如果真的要講建商的關係的話 我想我們的執政黨應該會有更多跟建商的關係 這個部分可以讓大家細細來探究 那我這邊我就不再去對於這個建商的部分 再有更多的一些大家有太多的想像 其實真的都是大可不必 市長最後問題想問一下那持續黨值部分 是不是覺得說怕這個影響到民眾黨的選情 呃好這個持續黨值這件事情呢 就是我在上週的時候 我已經向民眾黨台灣民眾黨的柯文哲主席 主動提出我要持續包含應該上上禮拜 先跟他提了新竹縣市黨部的主委的職務 那再來是新竹市我們的台灣民眾黨的選舉決策委員會的委員 那以及中央委員三個職務 那其實理由很簡單喔 第一個理由是因為我現在目前是新竹市選委會的主委 那依據這個選霸法的規定呢 其實在九月應該是十二還是十三號開始進入總統立委大選之後 那新竹市選委會主委必須要維持中立的角色 那我想這也是當然可能其他的縣市首長 他可能一開始他就沒有擔任選委會的主委 但是因為我在上任的時候擔任了這個選委會主委 所以變成說我現在就算說我現在要請辭 那行政院要核定可能也會趕不及在九月十二或十三的這個時間點 所以當時呢跟我的人事處處長討論之後是覺得 那我們為了這個就是符合選霸法的規定 不要有任何可能的謀補地帶違法的地帶 所以我們就來做這個黨部相關的職務的請辭 所以呢在這個黨部的部分 地方黨部的部分新竹黨部就交由李國章議員來擔任主委 那我們的這個選決會的部分 這個選決會委員的部分昨天聽到是已經請辭也收到接受 那中央委員的部分是現在目前是說 昨天在中央委員會上有收到挽留 但是因為我衛留 那因為我本身沒有參與這個會議 我昨天沒有參與中央委員的會議 那我請假 那就是我可能會再跟這個主席討論一下 就是這個委員們的衛留的部分 是不是要怎麼樣來做處理 但是也跟大家報告一下 是我主動請辭這個職務 為的是希望能夠更加專心施政 為的是能夠在選舉當中 在選委會的職務上沒有違反選霸法的這個規定 絕對沒有像外界所提到的這些什麼 我記得那天好像國民黨也有一個議員提到說 什麼好像是民眾黨要開除黨籍 我想這個真的都有點太誇張了 希望大家在看這些新聞的時候 還是要能夠查證 要有一些約定的基本的 大家可以去查證多方求證的這樣子的一個習慣這樣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各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作詞 不Ts código 請習幡市民進行 錄給我 成功